放在哪里呢? 放在云端上面 其他补充范例的入门里面 有一个叫宴会牌桌 然后后面瓜屋有个框线物件 他就借了一个档案给我 因为他是非常认真 他就是自己写了一个宴会牌桌的一个系统 然后呢 这个是他写的 就是说呢 比如说有哪一些人 然后呢 是大人还是小孩 然后要坐在哪一桌 这边都有range 这个table是怎么排 他有个clear 这个是同学写的 不是我写的 他就清掉 然后把前面的list 就是那个有个清单 帮你排在哪一桌 自动帮他排好了 所以以后呢 他就可以自己看了这个 排桌之后的结果 就可以帮人家带到 或者是说把这个给那个 就是说呢 那个 可能请客的 他们就可以自己可以产生一个清单 自己就知道做哪里 但是他做完之后 他发现他少了一个东西 什么东西呢 他不会画框线 他只能够怎么样 自己这样框起来 然后呢 自己再到常用里面 这边去加框线 可是呢 他觉得好像 如果那个加框线的动作呢 能够变成一个按钮 或者是干脆呢 直接在他VBA 做完之后 也顺便帮他加上去的话 那会更棒 不然的话 他感觉好像事情只有做一半而已 所以那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 他的程式 都在这边 你在按右键 指定聚集 再按个编辑 就可以看到同学写的东西了 这边他写的还蛮复杂的 他一个回圈 两个回圈 一个逻辑判断 在里面再一个逻辑判断 不过写看起来应该 基本上都是我们之前写的方式 看得出来是 跟我之前写的是差不多一次的 所以都是回圈 回圈 那另外的话呢 就是说呢 怎么样加框线呢 我们简单讲一下 就是第一个 如果你要加实线的话 就是这样子 一行程式 如果你要加框线 再加实线的红色 也是一行 可能要多写一行 加个颜色 再来就是说呢 如果你的框线的实线不够 就是说呢 这个线条的粗细你要变更的话 那你就再把它变更一下 粗细 不过不是说一定要这么粗 你可以自己调整 中间有很多的那个 可以调整的一些参数 最后的话呢 就是清除 清除 清除掉 好 那里面的话呢 怎么写 其实我简单讲一下 顺便 等一下 你们可以把它用在九组成把表里面 程式码就是在宴会牌桌的旁边 这边有的程式码 你只要把它弹出 非常简单 因为这个东西 同学应该也翻了很多书里面 讲到那个有关设定框线 我翻了很多本书 也讲得很复杂 其实简单讲起来 就这四种 你把它学会套上去 应该基本上就够用了 那如何做呢 首先在这上面 我有给各位一个注解 这里的话呢 有些参数 XL 是什么 Continuous 这个应该就是什么 连续线 所以你给这个 或者给什么 XL 这个 Dutch 这个就虚线 等等的 这边有这么多参数 那如何加 非常简单 首先的话 第一个 怎么样加实线 重点就是什么 在你的range 这个range 指的就是你要框线的范围 那因为我这个范例是在 B3 到H 的11 这个范围呢 我希望加个框线 加最简单的框线 所以直接怎么样 在这个后面呢 加上什么呢 加上一个boulder 点lifestyle 等于这个 XL Continue就OK了 就这么一行 所以怎么打上去的 我教各位一个简单的方法 甚至你可以不用背 以后你如果忘记也没关系 我是这样打上去 就是第一个你先指定你的range range 等于是B3 冒号 H13 你就点下去 它会自动给你提示 所以很多VBA里面东西不用背 你只要跟他 我要设定boulder 就是框线 你打个b 有没有 第二个就出来了 按个空白键 它会帮你打上去 再backspace一下 你要设定boulder的什么呢 它的light 有没有 light 有没有 light 就打一个L lightstyle就出来了 等于什么东西呢 后面呢 XL continue 不过你想说 老师那这个我不会打那么长 你算对不对 教各位一个脱懒的方法 不用背 移到前面lightstyle 按一下F1 F1呢 就是会给你参考 这个是官方的手册 里面写的非常的不合逻辑 因为你看不 因为你一定是从头看到尾看不懂的 因为它其实是写给外星人看 写给工程师看的 那你要看重点 像我是看什么 不要真的很认真的去看它 你要看你应该看的 像这个你要找的是light 你不要像很多同学要钻流浪间 老师为什么这个地方他写这样子 为什么他写那样 你不要问我 你问比尔盖茨好了 你问比尼 可不可以一位水 他主要是翻译的不好 那没有 那我们主要要知道什么 lightstyle 所以你不要放在这边 不是有一只手 告诉你超连结 那因为你要的东西 就在这里而已